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和大家分享神的属性第六课 神的主权 上帝不受任何的控制 不受任何的影响 上帝是完全自主自立的 上帝随行所欲的行事 只做他想做的 也总是做他想做的 上帝也从来没有受错 也从来不受阻 正如上帝自己在以色亚书46章10节所说的 上帝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另外在但一礼书4章35节 在天上的万君和世上的居民当中 上帝都凭自己的意志 行事 没有人能够拦住他手 上帝的主权意味着 上帝在名分上 还是实际上 他都是神 再强调一次 上帝在名分上 还是实际上 他都是神 著名的讲道王子 斯布珍说 他说 再没有比神的主权 这个属性 更能够让神的儿女 大得安慰的了 他们在最糟糕的逆境 和最严峻的试炼当中 都坚信 神出于他的主权 定下了这一切的苦难 事实上 人的责任 也是以神的主权为基础的 也是神主权的产物 上帝创造了天使 有一些天使堕落了 但另外有一些被称为圣天使 他们没有堕落 他们没有堕落 是因为他们很厉害吗 不是的 是因为上帝的安排 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犯罪的和不犯罪的天使 都是神创造的 所以那些堕落的天使 是因为他们自己堕落 但是那些不堕落的天使 却是因为神的安排 神的拣选 是被神拣选的圣天使 同样的 上帝也主权的 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使亚当夏娃有堕落的可能 如果上帝愿意 他可以让亚当夏娃永远不改变 永远不堕落 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安排 所以亚当夏娃呢 是有犯罪的可能 有堕落的可能 当然这个罪不能归咎给上帝 是他们自己 但是上帝却是根据他的主权 却是这样安排 亚当堕落呢 当然亚当夏娃自己要负其责任 因为他们呢 没有顺服创造他们的上帝 另外呢 上帝并非因为他应该让亚当 成为有堕落可能 自己负责任的被造物 才这样做 不是的 只是因为是神如此做 所以才合适 上帝也并非由于 应该让受造之物存在 才创造他们 好像上帝有任何创造的义务似的 事实上 只因为神如此创造了 所以才恰当 神有绝对的主权 上帝的旨意 至高无上 上帝不受任何应该的约束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凡上帝所做的 都是合适的 上帝行使他至高的主权 让撒旦和他的天使 亚当 以色列人 分别承担各自的责任 上帝的主权 丝毫没有剥夺 受造之物 应该尽的责任 上帝正是通过行使主权 让他们有堕落的可能 并且负其 按他认为适当的责任 上帝通过这样行使主权 显明他自己 是掌管万有的神 因此神的主权和受造物的责任 彼此是完全协调一致 有些人愚昧地认为 说不可能知道神的主权忠于何处 受造物的责任又实于何处 其实受造之物的责任 开始与造物主的预定 以及界定其范围 那至于神的主权呢 是没有界限的 也永远没有终止的 那亚当为什么有权力 吃伊甸园中的果子呢 如果不是上帝许可 对吧 他就是贼了 如果不是上帝授权 以色列人有什么权力 离开埃及的时候 向埃及人要首饰 要衣裳呢 要经营呢 如果不是神命令 以色列人有什么权力 宰杀那么多羊羔为寄物呢 如果不是神吩咐 以色列人有什么权力 赶尽杀绝一切迦南人呢 如果不是神规定 丈夫有什么权力说 要求妻子顺服呢 所以不是丈夫去要求 而是神这样吩咐的 所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所以啊 人的责任是以神的主权为基础的 因为神吩咐 丈夫要爱妻子 所以人 丈夫就有责任爱妻子 神吩咐 妻子顺服丈夫 所以妻子就有责任 顺服丈夫 神又吩咐夫妻要应这神 彼此顺服 所以夫妻就有责任 要学习这样的功课 所以人的这个责任 是以神吩咐的主权为基础的 上帝呢 也将部分的天使 亚当 以色列人 放在有条件的 有可能堕落的地位上 但最不归咎给上帝 他们能不能够继续蒙福 取决于他们对上帝 是不是顺服 忠心 但是 和这个完全截然相反的是 上帝和门徒 这一小群信他的人礼约 在上帝的计划中 和上帝的儿子里面 这些神儿女的地位 是无条件 不改变的 神儿女蒙福啊 是基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 二章十九节说 上帝兼顾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所以上帝的选民 所站立的根基 是兼顾完整的 不需要加添的 也不可以减少的 所以上帝在此呢 至高辉煌的 彰显出他绝对的主权 所以我们只能够 像保罗一样承认一点 上帝确实 他的主权是 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毅 就叫谁刚毅 神的主权 叫我们敬畏 又叫我们得安慰 我们只有顺服 神的主权 对他顺服 忠心于他 愿神祝福你 我有点欺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吗 谢谢 you